哈囉大家好,我是羅胖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這款手機 它的售價只要新台幣7000元有早 但是支援了5G上網 還內建90Hz高更新率螢幕 以及5000mAh的大電池等等的進階規格 所以是近期台灣市場相當超值的一款平價5G手機 那就是由小米台灣最新推出的紅米Note 10 5G 至於它的實際表現如何 底下直接帶各位來實測看看 首先來看到盒裝 採用的是白盒搭配產品彩圖的設計 開箱之後 盒裝內容物包括手機本體、充電器、傳輸線、保護殼、卡針以及說明書 另外在螢幕上方出廠就貼好了一層保護貼 紅米Note 10 5G它本身支援18W快充 盒裝內附的充電器直接給到了22.5W的規格 完全可以滿足這款手機的快充需求 保護殼是透明的軟膠材質 內層有防止水波紋的小點 底部USB-C的部分則是有設計防塵蓋 來看到手機本體 紅米Note 10 5G共有極光綠、燕幕藍、彩光銀 以及石墨灰共四種顏色 這次拿到的是其中極光綠款式 機身的背面以及側面邊框 是稍微帶一點藍色調的翡翠綠 映照光線可以看到金屬感的反射光澤 屬於比較少見的大膽用色 機身側面配備的是6.5吋的4HD Plus 2400×1080的IPS挖孔螢幕 那這款螢幕也支援高更新率 除了可以固定在基本的60Hz顯示之外 也支援最高90Hz的更新率設定 雖然是這個價位帶比較少有的配置 它也具備了Adaptive Sync自適應更新率功能 會依照當下的使用情境需求 在90、60、50以及30Hz之間自動切換更新率 雖然畫面可以看起來更流暢之外 同時也兼顧神殿的效果 前鏡頭是800萬畫素 支援AI眉眼功能 整項拍攝的效果 尤其是色彩方面的表現不錯 另外前鏡頭也支援夜景模式 在低亮度的環境下可以強化拍攝的效果 機身的頂部是麥克風、紅外線遙控器 以及3.5耳機孔 紅外線遙控器可以搭配內建的萬能遙控App使用 用手機來控制家中電視等等的裝置 機身的左側是卡槽 採用3選2的卡槽設計 支援5G加5G雙卡雙待 或是擴充最大512GB的MicroSD記憶卡 說到5G的部分 雖然紅米Note 10 5G的售價不到台幣7000元 但是依然支援完整的台灣5G全頻段 各大電信的5G網路都能支援 以中央電信來示範 偷偷拿紅米Note 10 5G在家裡附近隨手測速 可以看到下載直接飆到接近700BPS的水準 這除了經常用來舉例的看勾畫值影片、玩遊戲 或是傳檔案都能夠更快速之外 在目前疫情肆虐的狀況下 無論你是正在執行Walk from Home 需要經常在家視訊會議或是遠端辦公的上班族 或是在家遠端學習、遠端教學的學生和老師 5G網路都可以帶給你更順暢的連線體驗 讓工作和學習都能更有效率 繼續看到手機右側 這裡有音量鍵以及整合指紋辨識的電源鍵 測試的設計用起來很順手 掃描辨識的速度也還不錯 機身的底部是麥克風、USB-C以及揚聲器 轉到機身後方 相機模組位於左上角 並且運用雙色的設計 讓視覺上看起來更有變化 不會太單調 主相機配備了三鏡頭 包括4800萬畫素F1.79光圈的主鏡頭 另外兩顆則是微距以及景深鏡頭 規格都是200萬畫素F2.4 來看到實拍 首先主鏡頭在細節的銳利度 以及色彩還原等各方面 紅米Note 5G在同價位手機中的整體表現都還算是蠻不錯的 夜拍雖然畫質比較鬆散 色塊雜訊也比較明顯 但是在開啟夜拍模式之後 畫面增亮、高光益智的效果還蠻明顯的 手持就能夠拍出不錯的社群打卡照 在人像模式方面 紅米Note 5G具備AI美顏 人像的膚質與氣色看起來都變得更好 修持過的照片看起來也還是很自然 不會說拍起來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 背景的地方也有很好的景深虛化效果 因為有景深鏡頭 人物的邊緣抓得蠻準確的 事後也可以進入相簿針對模糊程度來做調整 或是套用動態光斑與影棚光效等功能 那也因為有景深鏡頭的輔助 所以就算拍攝的對象是人以外的物體 在人像模式也可以做出不錯的背景虛化 可以看到在複雜輪廓的邊緣判斷上 紅米Note 5G的表現還是相當不錯 微距鏡頭可以拍攝超近距離的照片 雖然畫素不高限制了畫質 不過有需要的時候還是可以用一下 接下來看到效能的部分 紅米Note 5G搭載聯發科天機700處理器 內建6GB的LPDDR4X記憶體 以及128GB的UFS 2.2內建儲存空間 以7000元有找的手機來說算是不錯的規格 實際進行跑分 其中安兔兔的成績是33萬分 在遊戲測試中 狂野鏢車9開啟高畫質 得到的平均佔率是29.9FPS 黑色Summan的畫質開到機器最大 平均表現為35.9幀 PUBGM在這款手機最高可以看到高清幀率 搭配高幀數設定 測得的平均幀率是35.9幀 崩壞3開啟最高畫質 在非特定角色、招式與關卡的狀態下 獲得平均44.5幀的成績 行推出的二之國同樣開啟最高畫質 測得的平均幀率是40幀 整體來說 雖然在最高畫質的設定下 紅明Note 15G運行大型3D遊戲的表現 從數據上可以看得出來明顯比較吃力一點 但基本上還算是可以玩 適度調降畫質之後 應該就會有不錯的流暢度 其中二之國在連續戰鬥10分鐘的過程中 可以看到FPS的波動雖然不小 但是從線段的整體趨勢來看 手機的性能並沒有因為時間而明顯下降 即使溫度在實際的感受上也沒有發生不正常的高溫 可以說是表現還蠻穩定的 最後是電力方面 紅明Note 15G內建5000mAh的電池 在60Hz的螢幕更新率下 使用PCMark測試80%到20%電力的運行時間 成績是11.5個小時 算是中間偏上的表現 在開啟90Hz之後 還是有接近10.5個小時的電力水準 也是有達到一定的標準 總結來說 作為一款售價只要新台幣6999元的手機 紅明Note 15G算是有不少賣點 像是亮眼的機身顏色 同價位帶少見支援最高90Hz動態更新率的螢幕 還有不小的記憶體與儲存容量 以及5000mAh的大電池 整體的性能面對日常使用 例如上網、看片或是一般的遊戲需求 應該都能夠滿足基本以上的使用體驗 相機方面則著重在人像拍攝 無論是前鏡頭自拍或是後鏡頭的AI美化 都有還不錯的效果 還有就是紅明Note 15G支援完整的5G網路 雖然說5G網路目前各家業者都還在建置中 覆蓋率距離4G網路還有短距離 但是整個進步的速度還是相當快的 應該再過不久就會成為主流 所以即便是目前你所在地的5G訊號覆蓋 還沒有那麼完整 但是如果這個時間點想要購買手機的話 我依然不太會推薦你去買4G的機種 尤其是現在已經有像是紅明Note 15G這樣 不只單機7000元有找 搭配支費更是只要0元 而且在規格等各方面也都有一定水準的5G手機推出 讓以往可能出於預算考量而被迫選擇4G手機的理由 基本上也已經不存在了 無論是小朋友在家上課、玩遊戲 或是買給長輩使用都是蠻好的選擇 好啦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款手機如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說出你的看法 喜歡影片的話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 有朋友我們下次見,掰掰 甚至�에開啟小鈴鐺 measured 久以前